大家好,我是小红 都沾着光变成好日子 渐渐的恨不能天天见面了 其实感情正如这句话一般 生怕红艳长飞光不渡 也怕所有的期待都成为不值一提的泡沫 感情中男人总是在一段感情开始之前 就想着要确立心意 所以寂静温柔 想要拥你入怀 可男人和女人在爱情里的思维方式完全不同 男人讲究拥有 女人讲究异味 前者侧重于拥有感 后者倾向于归属感 所以很多时候在感情里 男人容易会错意 女人容易无端惆怅 其实这样的原因离不开两个人的相处模式 男人想要得到女人的真心 其实就像工程一般 一股作气载而衰三而结 一开始没有展开猛烈的攻势 就容易消耗很多的新鲜感和认同感 对于女人来说 她们往往会在笔节我赢的那一刻选择答应 而暧昧期的喜欢和甜蜜期的相处 往往不能混为一谈 暧昧期的喜欢讲究速度 更让自己炙热的心 剖析在对方面前 而在一起之后 还有嘴滑舌甜言蜜语 往往会让她觉得你不值得托付 其实撩女人的技巧无非是先快后慢 快是要早些确立自己的心意 慢是把日子过慢 让她能感知你的真心 在爱情里其实也是有节奏的 不能一股脑的全盘拖出 也不能一门心思缠缠绵 有高低落差 有轻重缓急 忘能有在意和重视 倘若一味求稳 反倒容易把好不容易积累的爱意 付诸东流 1.快就是主动出击 让对方知晓你的心意 在一段感情中 人和人之间的相处 倘若只依靠空巧 反而会失去很多的 能够促成爱情的机会 有多少的一见钟情 都发生在蓄意之下 有多少的儿女情长 我不是在刚开始 便确定了唯一 人们在感情结束时 所说的快刀斩乱麻 其实在刚开始时 也有同样有用 快刀斩去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往往能够听到 真正内心的想法 感情里有委婉 也有直出胸意 相较于不险山露水 开门见山的喜欢 越能让人觉得真诚 当然感情之中 并非直接出击 就能获得对方的好感 感情讲究技巧 同样也讲究一个 你情我愿 就像半世蜜堂 半世伤中 男二对女主的喜欢 起初就慢在了节奏上 总以为凭借着自身的优秀 对方会感知自己的心意 可正是因为这样的想法 才会让男主接足先登 结果当男女主有了好感之后 男二便有了危机感 他开始不厌其烦地 出现在他的身边 甚至是制造和他在一起的单独场合 可是天不随人愿 感情一旦到了水到渠成的时候 再怎么抽刀断水 也就变成了庸人自扰 感情很多的遗憾 无非是相见恨早 又或是相见恨晚 相见早一些倒还能争取 倘若真的错过了那段 两情相悦的机会 再怎么般配也是突然 二 慢就是把握节奏 慢慢地走进他的心里 在恋爱心理学中 有很多人会选择一确定关系 就毛毛躁躁 想要进入下一个程序 从甜蜜期再到平淡期 期期间长短 完全取决于快慢的速度 把好感消耗得太多 反而会失去很多相处的机会 爱情里讲究一个新鲜感 并非在一起了就不再珍惜了 就像我们的婚姻中 李小田对待婚姻的态度 就让人不由地眼前一亮 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找一个人 一起吃饭一起生活 一个人在餐厅吃饭难道不奇怪吗 他的回答是 感情是顺其自然 一个人也有一个人的活法 能够在空闲时间 拓宽自己的边界 其实也是一种成长 生活就是如此 倘若你只想着凑合 那人生也不会轻松到哪去 特别是在一段关系中 一旦确立了关系 最好的办法就是既有交流 又有独立的空间 三 爱情讲究节奏 世间知识皆强求不得 爱一个人讲究轻重缓急 不能一味平铺直去 也不能一直都是惊喜和意外 平淡之中点缀一些生活的惊喜 温馨之中增加一些浪漫的前缀 往往这样的爱情才能经久不衰 甜而不腻 就像蜜枝炖鱿鱼中 男主炖鱼主的喜欢 就属于主动出击 但他并没有觉得自己高高在上 而是尊重他的意见 在一定的分寸感中保留自己的热情 聊一个女人并非自己站在高处 等着别人贴合 而是在主动出击的时候 保持一种距离 这种距离有的时候是礼貌 有的时候是绅士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这个视频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如果觉得对你有用 别忘了给小红点个赞 或分享给身边的人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哦 感谢大家的观看